我发现我们家的蛋饭王蛋糕 吃饭竟然不香了 整天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但后来我发现蛋糕的鼻头开始没有了血色 我的直觉告诉我蛋糕可能生病了 带去宠物医院体检之后 医生告诉我蛋糕这是贫血的症状 肯定也会贫血吗 猫咪贫血其实是很常见的疾病 比如得过猫瘟猫船腹的猫 虚虫不到胃的猫 天天体质差的猫都有可能患上贫血 就拿蛋糕来说吧 它其实是一只非常挑嘴的猫 像鱼肉 鸡肉 化毛膏 它都一概不碰 在它眼里猫粮胜过一切 这种长期饮食结构单一的猫咪 摄入的微量元素严重不足 就很有可能会导致贫血 作为产食官 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方式 在猫咪的饮食里 添加一些能补血的营养剂 从医生给我开了一瓶 拜文宁补血单筋 我特地去感度了一下 拜文宁是用来干什么的 其实它全名叫做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液态乳酸亚铁 乳酸亚铁是有机铁 和硫酸亚铁比起来好吸收一些 专门是用营养不良保持的猫狗瓶血 好在是对症下药了 我们加蛋糕用了一段时间的拜文宁之后 就已经是气色红润心能火火了 其实小猫咪和人类一样 也会出现贫血的症状 但是因为毛孩子贫血很难被发现 真到症状表现出来的时候 往往都比较严重了 作为产食官的我们 一定要擦亮双眼 多多留意猫咪的反常行为 如果发现猫咪生病了 一定要及时有效的治疗